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 感染尽如甜美梦境 耶稣唯有你 谁拥有我丰富生命 谁看顾了我所需 谁会与我同行 让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 耶稣唯有你 耶稣唯有你 我高级双手 扬声歌唱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现象 唯有你陪的 耶稣唯有你 谁看见我相同 在软弱无助时 扶持着我 耶稣唯有你 谁拼紧了风了 在绝望恐惧时 与我同在 耶稣唯有你 谁担当了我的罪恋 谁合护着我的心 谁抢我的恐惧 所有一点 拼在十字架上 耶稣唯有你 耶稣唯有你 我高级双手 扬声歌唱 耶稣唯有你 一生年日 一生成败 一生成败 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现象 成败 Hm, 唯我好 你 唯有你 悟有你 黑的眼足 唯有你 我高级双手 唯有你 一生惩罕一切所有 将我的身体 完全献上 唯有你陪的 耶稣为有你 唯有你陪的 耶稣为有你 唯有你陪的 耶稣为有你 使得我们同生的来开口 使得主耶稣为有你 哈雷路亚 使得耶稣为有你 耶稣为有你 是我一生里面 所有年日 掌管一切的神 我赞美你 我敬拜你 使得耶稣为有你 让一切我们世界被创造的 如此的美好 唯有你 主啊 在我还没有出生 还在母父当中的时候 你就认识了我 你就已经为我 主啊 预备美好的计划 唯有你 主我要赞美你 唯有你在一切的忧伤 无论环境如何 可以使我里面有平安 有平静的 都是你 都是你 这唯有你 主我称颂你 我敬拜你 哈雷路亚 是的 主耶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能将我们所有的给你呢 主啊 是的 主 唯有看见神 你掌权这地的心意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如何敬畏你 主啊 我们说圣灵 请你来到我们的心中 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帮我们所走的每一个步伐当中说 主啊 恳求你引导我们的生命 主啊 恳求你让我们成为 那倒空的庆米 顺服你的心意 主啊 恳求你让我们明白 那创造天地的爱 恳求你让我们明白 那牺牲的爱是何等的多 主啊 恳求你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生命真的毫无可夸 恳求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唯有耶稣基督 你的十字架能带我们进入那光中 哈雷路亚 主啊 我谢谢你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唯有你 主啊 是你 主啊 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债 主啊 是你 主啊 体贴我一切的软弱 主啊 是你救赎了我的生命 主啊 是你 看见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 主 谢谢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开启我的眼睛 以至于 主啊 我能够看见 主啊 从 主啊 碎手到年终 主啊 你的爱 你的力量何等的帮助了我 主 谢谢你帮助我来看见 主啊 你的同在 主啊 谢谢主啊 主啊 谢谢你帮助我能够看见 主 你自己的作为在我的生命当中 主啊 帮助我真实的把我的生命 交托在主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 毫无保留的 主啊 把我一切的高低 主啊 把我一切的心里面的感受 主啊 真实的交托给你 主啊 我相信 主啊 你的爱就在我的当中 主啊 我相信 主啊 你必成就能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事 主啊 谢谢你 是的 主啊 我谢谢你 我赞美你 主啊 我有你 我有你当我的人生光景 无论是在高山在低谷 有你对我的爱仍然永远不变 我有你乐意将那毫无限制的爱 不断不断地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 主 我有你当我在面临挑战 面临困境的时候 可以使我的心平静安稳 使我的心可以被你提高 看见盼望 以至于主啊 在你里面 主 依靠你就能够继续往前迈进 主啊 我有你供应我一切所需 主啊 我有你可以帮助我成就 那我当初被创造的那美好的计划 唯有你 主啊 是的一切都本于你 依靠你 归于你 主啊 唯有你 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今天 单单 主我们心中 真的是常常来思想 依靠你 而且也真相信 一切都唯有你 才能成就一切的美好 才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有你真好 我们感谢你 是的 荣耀的上帝 你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唯有在你里面 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 也唯有在你里面 我们的生命 才有真正的被成全 是的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仰望你 仰望你这位创造我的神 仰望你这位教导我的主 仰望你这位每天在我生命里面 鼓励我的圣灵 谢谢主 我们何等的需要你 因为一来仰望你的时候 一来到你的荣耀的宝座前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的成败 一生的结果 一生的过程 都非常有安全感的 放在主你的脚前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耶和华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看人是看外貌 神看人是看我们的内心 神看重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好像那个儿女在父亲的腿上坐着 在父亲的脚前游戏一样 是的 主我们更在意的是 与你的关系那种真实 那种甜蜜 那种荣美 谢谢主 再次把这个荣耀的早晨奉献给你 愿圣灵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又是一个荣耀的早晨 我们要来看今天 神带给我们什么样新鲜的马拿 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在新约菲利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这个节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相信神今天透过他的信息 对你和我来说话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击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是的 我想 没有人天生不愿意考第一名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 做事情有果效 都希望努力有收成 甚至希望能够成功 能够在很多的事情上 得到很好的结果跟评价 但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他要我们怎么样 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好让上帝的喜乐 可以因着我们而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是的 弟兄姐妹 成功是我们很大的渴望 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一件事情 很可能上帝更要的是成全 很多时候有一个中间隔断的墙 一边隔的是成功 一边隔的是成全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上帝要成全每一个他的儿女 他的一生都要在上帝的轨道里面 在上帝所带领的脚步里面 完成神给他的一个荣耀生命的蓝图 但很多时候成功却在让我们 心里面上下起伏不定 很多时候成功带给很多人的痛苦 很多时候追逐成功 也带给很多人的仇恨 带给很多人的挫折与失败 谁不想要成功呢 我想成功是有很大的一个诱惑力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 在主内的也是一位牧者 是一位前辈 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刚好我们俩在那边聊天 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旁边都没有人 所以我们就天南地北就聊起来 忽然门一打开 所有的人都忽然冲过来 然后呢就渐渐的把我推开了 然后呢所有的人就开始包围 这位非常在主里面 非常有名望的这位牧者 大家都拼命跟他问候 跟他照相 跟他请教 请他为他们祷告 然后呢我就离这位牧者 忽然就越来越远 我的儿子那时候是青少年 就眼看着 他就问我一句话 青少年讲话最直接的 特别是青少年 正在寻找什么叫做自我 他可能透过各种的成功 成就吸引人的眼光 别人美好的掌声 来定义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的成功 我的儿子就把我拉到一边去 他就非常的 非常的疑惑的 问了我一句话 让我永生难忘 他说爸 你怎么这么没有名啊 我也回答不出来 但是我儿子就很在意说 你怎么这么没有名 一兄姐妹 小孩子是最单纯的 人都是想要成功的 想要有名的 这种经历常常会有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 很大型的一个特会的场合 中场这个休息时间 然后呢我就在外面 要去喝水 就有一位姐妹 就忽然跑过来说 哎呀牧师啊 感谢主啊 常常看到你在Good TV 这个录影啊 播这个节目 我说感谢主 她说节目录得很好 Good TV的节目非常的好 我每次都非常得到帮助 我说感谢主 感谢主 心里一直感到想去喝水 他就跟我说 牧师啊你在台上 感谢主 你吉他弹得很好 你敬拜带得很好 我想说 我从来没有弹过吉他 我也没有带过敬拜 搞了半天怎么样 被认错了 我就知道说 他认错另外一个 我的好朋友也是为牧师 场面很尴尬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需要神的智慧 我就用一个很有智慧的话语 反问他说 那姐妹你看一下 你电视上看到那个牧师 比较帅还是本人比较帅 他就说 当然是本人帅多了 电视上的不能看 开玩笑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其实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事态 人都想要成功 想要成名 但今天的信息非常好 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 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反倒怎么样 虚极 因为耶稣基督 他知道自己的事上的任务 不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 而是怎么样 要让许多神的儿女 也可以恢复到神 创造他们的荣耀里面 因此他反倒虚极 顺服以至于死 弟兄姐妹 我们在世上 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成功还是成全呢 在圣经里面 有一位 把这个前辈 很让我佩服的 就是巴拿巴 因为巴拿巴 成为一个人的贵人 巴拿巴成为了 另外一位弟兄 他的伯乐 另外一位弟兄是谁 就是保罗 保罗刚信主的时候 还叫扫罗 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他信耶稣了 没有人要跟他往来 只有这位巴拿巴怎么样 相信他 带着他去见耶路撒冷的长老和使徒 后来保罗到大树去了 在那边一待 可能待了八九年十年 后来巴拿巴奉耶路撒冷长老团的命令 到安提阿教会去 去了解那个教会 上帝在那里面 所做的许多奇妙的事情 因此他就留下来 主持了安提阿教会的整个的发展 他想起来有一个人在不远的大树 是谁 保罗 巴拿巴就去把保罗接过来 邀请他过来 一起参与服事 在十读新传里面讲到 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吩咐巴拿巴跟保罗 一起出去传福音 一起去布道旅行 你还记得在十读新传里面 那个时候是有排名顺序的 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 是排第一个 而保罗呢 是排最后一个 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 巴拿巴会被叫到 安提阿教会去主持 这个教会的事务吗 因为那时候因为耶路撒冷遇到大逼迫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往四处去扩散 在这里面有一些 从塞浦路斯回来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很多就在这个安提阿的地方 在那边一起聚集 建立了安提阿教会 而巴拿巴之前就是从塞浦路斯过来的 因此教会就派他到安提阿教会去 因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而当他们决定要去宣教的时候 安提阿的教会就拆派了巴拿巴跟保罗去宣教 巴拿巴带着保罗去寻回布道的第一站 就是到塞浦路斯去 因为那正是巴拿巴最熟悉的家乡 可是圣经的记载让我跌破眼镜 他说他们到了塞浦路斯的时候 保罗就有一个感动 巴拿巴就有一个感动 他就让保罗出来讲道 他就让保罗带头出来服事 圣经在从那个地方开始 他们顺序就对调了 从此以后带头写的都是保罗 巴拿巴是写在后面 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我看到 巴拿巴这一位乐于成全 其他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心志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中国古代的历史 一代名将怎么样 万古枯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传扬一些传奇故事 一些是英雄的史诗 我们都把焦点放在那个一百个人里面 一千个人里面 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的 那一个英雄 那位明星 他成功了 可是另外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他的生命去哪里了呢 我想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不是要一个人成功 两个人成功 而是上帝非常希望 他所创造的每一个孩子 他所救赎回来的每一个他的儿女 都能够来走向上帝给他的道路 完成他独特的生命的蓝图 我想上帝要的不仅是成功 更要的是他的儿女怎么样 都被成全起来 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美国总统的母亲 有一天有人去访问他 他说你怎么这么成功啊 能够教育出一个儿子来当总统 他就跟这个记者讲说 我的成功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当总统很成功 我这个做妈妈的很成功 是因为我的每一个儿子都很棒 我有一个儿子当总统 没有错 但是我另外一个儿子当厨师的 他煮菜很好吃 我另外一个儿子是当水电工的 他修理水电的技术是一流的 他们都是我的荣耀 不是因为我的其中一个儿子是总统 我成功了 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 上帝的心意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神这个大家庭的儿女 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如果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 他成功了 这个父亲没有荣耀的 如果只有少数人成功了 这个家庭也不成功 这个神的家庭也没有荣耀 我想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他每一个儿女 彼此相顾 彼此鼓励 彼此成全 有一样的心智 有一样的爱心 看别人比自己强 虚极 顺服神 让人人都精彩地走到神 给他的道路里面 我的儿子 我也自己有三个儿子 我常常就告诉自己 我如果三个儿子里面 只有一个儿子成功了 另外两个儿子人生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就算我唯一的儿子 得到了诺贝尔奖 那又怎么样呢 一样神有十二个支派 神希望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强壮 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得地为业 神有千千万万的儿女 有许多的教会 神希望每一个教会都强盛 神希望每一个儿女都起来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祷告好吗 神的心意 神的神学是成全的神学 祂是一个成全的神学 祂派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就是要让祂的儿女们 都回复到祂创造的荣耀里面 祂伟大的荣耀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的 我们要敞开自己的生命 与他人同工 不论你是做带领的 是做跟随的 是做配搭的 都没关系 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的 神要我们有同样的心志 合一的心志 一起来同工 弟兄姐妹 为自己祷告 为一个敞开的心 愿意与别人同工 一起被上帝成全 我们同行开口来祷告 我们同行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耶稣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呼喊着说 主啊 你是旺王之王 旺主之主 主你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 主耶稣 是的 在我们的身上 有数不尽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主你放下这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主耶稣 是的 我们走过欢笑 我们尝过泪水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到 主你的成功道路之上 主啊 你要我们引到主你的道路之上 是的 让我们一起来同工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来建立 彼此的来建造 让我们的胜利能够来提升我们 让我们走向主你的光明道路之路 谢谢耶稣 我们赞美你 是的 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我们要离开个人的英雄主义 弟兄姐妹 你如果能够做什么 你如果我们能够成就什么 不都出于神吗 不都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吗 因此我们离开个人的英雄主义 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说 主啊 耶稣基督 我愿意效法你 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 弟兄姐妹 为你手中办事亨通 为你现在许多事情蒙祝福来感恩 但是要记得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他没有神的形象 反到须急 我们一起来成为仆人的领袖 我们同身看口为自己祷告 主啊 耶稣基督 我们想要在里面前说 主啊 我要效法耶稣基督 就是为那我们的心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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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的父神 主啊 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要被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主啊 你也在我们身上 有这样的命定 主啊 我们不是要去命令人 来指令人 乃是要在别人的之下 来服侍别人 因为神当我們 只是要学习你的样式 主啊 我们说 你已经命定我们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 我们不是乃是要一个人 去控制整件的事情 乃是要在一个大厦里面 有一个尾声 有一个尾声的使命 谢谢你神啊 你筛派我们 就是要来到人的面前 屈膝在每一个人当中 因为神的样式 就住在我们里面 谢谢你神 谢谢你主 是 弟兄姐妹 我们要祷告 因为神的心是很宽大的 神的心是很宽广的 弟兄姐妹 我们离开我们自己 个人小小的悲情主义 我们要乐意与爱主 热心爱主的人 一起来同心服侍 就好像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的敬拜团 这些弟兄姐妹 谁唱的歌比较好听呢 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呢 我告诉你 天父一定说 各有特色都很好听 好不好 我们真的是离开 我们个人的一个悲情 我们说主啊 我乐意 我愿意 和别人一起同工了 不认识什么职务 我都要 一起来服侍我的父神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阿里路亚 主我们赞美 祝我们也愿意的喜 参开的喜 祝我们早晨就是要来赞美你 祝我们要为了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 祝我们真的说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悲情主义的 祝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都有如 主眼中的掌上明珠一样 祝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用着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所照 你爱我们超过一切 你要整个家庭都能够共同的成长 而不是一枝独秀 祝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真是能够与我们的手足 手牵手心连心 与我们的同工 共同的来打拼 祝我们叫你的教会得以茁壮 祝我们叫你的教会能够彼此来连结 打破那隔断的藩礼 谢谢主这是你得胜的年代 这是你荣耀的年代 让我们真是能够穿戴那荣耀的外袍 祝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把你的双手都献给神 哈利路亚 祝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祝我们очку一生成的月 你皮正喽 祝我们一切所有 将我的生命 完全献上 唯有祢陪的 耶稣唯有祢